北市也有另外一群飙仔 哇真的是更嚣张哦 有一名在网咖工作的男子 26号凌晨在店门口跟朋友聊天而已 但是却突然就被20名骑机车的青少年 不分青红皂白 拿着西瓜刀铁棒来围殴砍杀 警方事后逮捕到总共9名青少年 到底有什么深仇大恨 要对他痛下毒手 没想到嫌犯却说 根本不认识被害人 26号凌晨 穿粉红色T恤蓝色背心男子 跟朋友在网咖门口聊天 突然被20多个青少年给包围 他吓得往后退 没想到戴黑色安全帽少年 恶话不说手拿一把西瓜刀 就往他身上砍 20几个青少年全戴着安全帽 不分青红皂白一阵乱殴 西瓜刀铁棒安全帽通通都出动 脚踹懵打 赶紧把有人吓傻了眼 赶紧躲到网咖店 看着朋友被20多个人砍杀 束手无策 一群人打完一哄而散 男子头部四肢总共被砍了十多刀 当场昏倒在血破中 宋一开刀才捡回一命 原来这群青少年 26号凌晨骑着机车在街上狂飙 原本要到阳明山夜游 却因为同行人 有人说要去寻仇 大家才标到板桥这家网咖 听到大家喊打就跟着打 警方出动60名警力的快打部队 才抓到19岁的周姓嫌犯 未成年的弟弟跟七名青少年 寻仇为殴 还拿刀砍杀 标载落网 却说根本不认识被害人 无冤无仇 竟如此嚣张 让远景直摇头 专讯文李明灯 林博宇 新北市报道